大家好,我现在石家庄 今天去体验一下石家庄的地铁一号线 这周围游客朋友们还是比较多的 走,我们去坐地铁 这个地方是地铁一号线 还有三号线都在这个里面 这外面特别热 我们赶紧进去吧 到达地下室 现在我来找地方买票 这边就有买票的地方了 看看石家庄的地铁乘坐体验怎么样 票已经买好了 到达地铁的站台 看一下左右两边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地铁已经到站 它这边已经快到底站了 西王那边就是底站 看一下这个地名好多我都不熟悉 就这个画面是特别的经典 就是上下乘客的时候 这个人也是最多的时候 你看一下石家庄这边的乘客有多少 现在还是中午一点钟左右呢 你要是早高峰的话 那是不是客流量会更大 估计这些人还是到这边来换乘呢 不会吧 已经坐上地铁了 还好车上还有座位 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早高峰的话 估计想都不要想 起来活动一下 过了有半个小时的地铁了 现在车上人少多了吧 快到底站了啊 看一下 现在非常的畅通啊 列车在拐弯 所以感觉我走起来也比较费劲啊 哇这个地铁好长啊 真的 我在车上都睡了一会儿 我都睡醒了都 反正没关系 往底站坐 现在已经快到底站了 所以说人很少 现在是商务中心 还好这个车上一点都不冷 比较好 地铁唯一的缺点 我感觉就是这个座椅 真的它光滑的不得了 而且它冰凉冰凉的 车子一开 你人就会往一边滑 你知道吧 所以说当这里坐着很多人的时候 对吧 特别是旁边坐着 同学或者其他女士的时候 你会往他身上扣 所以说这个椅子设计的 唯一的一个小小的缺点 我身来弄塑料座椅是最好的 知道吧 所以说这种金属座椅 滑的不得了 这种薄锈缸的最不好了 下车了到站了 看来这里下车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 我来看一下 出口应该往我的后面走 走 坐电梯出站 稍微还行 不算特别冷 因为他开的那个温度 不像那个之前在北京天津的时候 他那个空调开的很冷 这个地方还行 开的就是吹着自然风吧 往前走 这个时间应该是正确的 差不多将近两点了 等一下在这边玩一个多小时 三点半返回 坐地铁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然后就可以回家吃晚饭了 继续坐电梯 就要出地面了 这个电梯还是比较高的 刚才因为那个椅子太凉了嘛 现在感觉坐着肚子都不舒服了 那这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个因为它太凉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午吃的不好 所以说有可能现在要拉肚子了 所以出电梯我现在 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找地方上厕所 出来以后外面还是非常热的 一走到太阳光底下呢 真的是相当的暖和呀 和夏天差不太多 哇塞闷热 完蛋了 看来中午吃的这个快餐不行 现在感觉拉肚子了 怎么办 得赶紧找地方上厕所 现在这个地方我是一点都不熟悉啊 这跑到哪里来了 周围的也有很多的住宅楼 那边写的是金宗国际影城 看一下这条街 拉肚子的感觉真的是特别不好受啊 我的妈 来这石家庄第一天 就给我搞的拉肚子了 那我要分析一下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 那么第一个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有可能中午吃的这个快餐 有问题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有可能这个 坐在地铁 因为地铁来个座椅嘛 特别的凉 它那个金属座椅太凉了 这也是有一种可能 那么最主要的可能 我感觉还是这个吃的东西有问题 那它也是快餐啊 那之前吃快餐拉肚子的这种可能性 这种是很低很低的 那除非是菜不干净还是不新鲜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今天晚上它来个快餐店就不能吃了 那要重新找地方吃饭了 虽然说我那周围吃饭的地方多 但问题是要找一个吃着不拉肚子的 这个就比较难了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 我说平时在吃方面一定要严格控制呢 你说这出来一拉肚子你怎么办 你身上万一要没带纸咋整 所以说像我平时出来的话 这个纸一定要备用的 一定要带的 还有就是你没有厕所 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像人多的地方你更完蛋 像这里有草丛多的地方还好一点 所以说这个拉肚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今天晚上这个吃的话 必须要换一家店 到时候严格把控一下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